一名英国投行交易员 在香港建立一个规模曾达到484亿港元 被视为区内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 因为一种案件 还未正式开審 就是一个月内宣布结业 令市场大感意外 现年54岁的Simon Settler 出身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黑池 年轻的时候在投行工作 曾经做过德银分析师和交易员 2007年未够40岁 而汽车资金2650万美元 在香港自立对冲基金Segeti 成立第一年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挑战 Segeti的投资回报达到20% 令公司站稳住脚 Segeti的投资集中在中资公司 和很多对冲基金类似 会采用相对价值投资策略 即是看好一只股份 同时看淡另一只股份 一买一沽 好处是不理大事好坏 只要看得准就能获得盈利 难度就是好考基金经理看市准不准 Segeti成立以来 眼光相当不错 成立16年 有4年的回报超过20% 只有两年陆德富回报 平均年回报达到12% 也令到Segeti在2021年资产管理规模达到62亿美元的高峰 开市场交易不理交易定价 这些交易会不会涉及股价敏感消息 投行、潜在交易方都会被要求保密 近年不论是香港还是美国都加强打击投行舍物 大手交易正正是主要关注点 证监会5月2日一则公告 宣布向Segeti和Segler启动刑事法律程序 指控他们2017年一中大手交易 涉嫌作内幕交易 证监会还未详细交代详情 但市场操控是严重罪行 最高可以判囚10年 案件令到多家投行和Segeti割席 不单令到基金运作困难 外电解架传出 Segeti面对接近10亿美元的述回要求 令Segler不得不决定结束公司有罪退回资本 从案件公开到宣布结业 前后不足一个月